这个面包给它捞出了吧 因为刚才我把这个土豆条到大碗里了 用这个锅蒸 应该没事 没啥事好像不是那种新鲜的香味的 但是也不至于坏啊 面包给它捞出了 搁在炖中里 这个炖中是前女友在的时候买的 他用这个炖中 用那个鳄胶还有什么芝麻什么的打碎了 还买了一个研磨机 就那种高速旋转的 可以把豆子打碎那种的 什么芝麻啊核桃啊 鳄胶啊什么的 打碎了之后放到这边蒸 它这个外面还有一个大的像电饭包一样的 这是里面这个炖中 我在网上买的 买了大号的 看看啊 后来它本来想拿走了 但是 那次没拿了 没方便拿 以后如果要过来拿的话 如果看到我这个视频 过来拿没事啊 我也用不上 我就用它当一个大碗装东西用 以前它还给我账号里转点款 有时候 现在也不转了 我那个账号没换啊 还是老账号啊 再转点款我也完全不介意啊 看啊 这个袋就不要了 以前那个大学那个女友 曾经要我的账号给我要转点款啊 我没告诉她 有点不忍心啊 但是美国这个前女友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都在美国这边吗 比较方便啊 这个蒸我看看啊 这就可以了 然后我就准备吃它了 行 好了就可以了 这个给它冲一下 对 差点忘了 用这个热水 这边是热水 这边是凉水啊 用那个手指甲这样的 不饿吧 现在它烫的 热水一烫 把这个 这个盒给它冲上之后 给它扔了 成为可回收 之前 两个盒已经冲完了啊 这个是刚才找到的 哎呀 当时给它挪在一起了 那开水烫一下 开水吗 热水啊 烫一下 我说房东真不错啊 真心不错 昨天那位回国的朋友说呢 现在已经找不到600块钱的房子了 就是房租600块钱的房子 找不到了 房东有次也跟我说 你这个房租 比楼上的低好多 总共四层楼嘛 我住的是二楼 我估计房东也是 觉得我还不错 所以说不想让我走吗 所以在这么低的价格让我住 这样的200啊 不错 不来 感谢房东啊 感谢房东大人 吃了吃了 吃了 11点02晚上 这个薯条在这蒸着吧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